7月25号赖冠林接受媒体采访时 弹劾公司解约一事 表示不会让任何人打乱自己的节奏 从容的去把现在手中所有的工作做到好 这才是我觉得我现在应该做的 据悉近日赖冠林与韩国娱乐公司发生经济合约纠纷 控诉公司私自将其在中国的活动经济权转让给第三方 而公司一方表示否认 对于解约风波这件事情 我的说法就是说我不会去打乱自己的节奏 那么从容的去把现在手中所有的工作做到好 这才是我觉得我现在应该要做的 不会让任何一件事情就是去打乱我的节奏 7月27号赖冠林将参加芒果TV青春芒果夜 这也是他解约风波后首次登台表演 期待小哥哥的表现了 芒果老新闻小哥哥加油 报导